這邊有一個newsweek說的民調 大家對於這個經濟認為 誰做得比較好 說賀錦麗會做好票 佔42% 川普佔41% 所以這個因為拜登的經濟 搞得並不好 老美現在物價很高 然後這個通貨膨脹很厲害 所以大家認為說 這個拜登搞得並不好 但是呢 居然賀錦麗的經濟政策 比川普還多一趴了 老闆怎麼看 是 這個是最新 昨天全國新的民調 因為你的節目裡頭有來賓講 說現在賀錦麗最落後的地方 就是像華爾街日報 金融事報 就說他們人民對賀錦麗的 經濟方面的信心是落後的 但是這一點他追平了 那我覺得以前川普 被迫關閉他的帳戶的 是Twitter 那Twitter被這個 這個Musk買了嘛 又改成X平臺 所以他們昨天的這個會議面 見面開始有一段時間是被block掉 但是我覺得這個影響不大 這兩個人其實互訪 然後所傳達的訊息 對川普的加分作用 其實是有限的 這兩個人很像 真的太像了 這兩個人對女人的態度 這兩個人生小孩的數目 這兩個人喜歡犯的男人的錯誤 我覺得如果你去查他們兩個人的軟色體 理論上都是XYY 你知道嗎 因為多一個Y 男性的雄風 展現的就特別大 這是開玩笑 XYY真的有這樣的人 老子是XYYY 不是XYY真的有這樣子的人 這樣的人他在社會上 一生裡頭犯罪的次數相對比較多 所以Y是一個犯罪器的忍受體 所以毫無疑問的 我這樣講沒有什麼錯 但是我認為川普已經越走 越走不出一個名堂來 這賀錦麗慢慢慢慢的 很多人現在就罵他 你為什麼不接受訪問啊 為什麼不接受專訪啊 而且聽不到你的證件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是反赫的人的說詞 我剛出來 我有我的timetable 我連民主黨大會都還沒開 都還沒有被正式提名 我逮捕給你們看 我有一天有機會講的話 那不是更加更加動人嗎 所以這種講法 我們這邊的評論也牙牙血雨 我覺得非常的不可取 你們等著看 我告訴你這一對 剛好葬美國人民 尤其是中西部的底層的白色 白種的不公不爽的老伯生 看到未來還有一點希望 因為不但是賀錦麗不錯 而且他提了這個副手 就uncle next door 就林家的我們隔壁的阿伯 所以你看他的講法 他一生就除了當兵以外 就是高中的老師 既然在台灣不容易 因為台灣絕對不是國民女婿 這看不見了 和大家每天都去學歷一下 難道還要你當女婿嗎 但是在美國這回答他 這就這麼含 這差不多名校 長春的名校 有人說這差不多 這款人讚 我的希望 嚇唐人家的 我跟你講你們小看 到現在為止 全台灣沒有人加入 我的列車 我是台灣第一個 而且是唯一一個鐵口 直段這一隊會當選 那換位 那換位 好